各位同学,大家好,欢迎来到新帝中文教室,我是新帝老师。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国热点。 年轻人的节日多 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过的节日越来越多,除了中国传统的节日以外,又加上了很多西方的节日。 有的年轻人甚至更喜欢过西方的节日。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节日经常与食物有关系,如春节的饺子,端午节的粽子,中秋节的月饼。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这些食物平时也能经常吃到, 不是非要等到节日才吃。 所以,这些节日对年轻人当然就没多少吸引力了。 年轻人喜欢玩,西方的一些节日恰恰满足了他们,比如圣诞节。 圣诞夜有圣诞晚会,圣诞树和圣诞老人,很热闹,很有意思。 人们可以玩一晚上。 此外,二月的情人节,十一月的万圣节,也都被年轻人用来丰富自己的幸福生活。 学习生诞老人,中国传统的节日,中国传统的节日,西方的节日,西方的节日, 春节的节日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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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春节的节日 中秋节的月饼 圣诞节晚会 圣诞节晚会 圣诞树 圣诞树 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 情人节 情人节 万圣节 万圣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